呃 这 知道了 父亲 收到大秦那边的眼线传来消息 姐姐已经动身前往龙岩上国了 那个跟他关系匪浅的萧璇前不久突破原因 但是具体几类原因没有打听出来 我说了很多次了吧 不用叫我父亲 你可以像普通女孩一样叫我爹 助言不明白 爹和父亲有什么区别 唉 算了 随你吧 是 父亲 积蓄一早就下令要求我将祝萱陷入宫中 催促了这么久 恐怕早就不耐烦了 此次祝萱来到龙岩上国 若是祝家不做出点表示 只怕积蓄那老狗不会善罢甘休啊 至少要演一出戏 给积蓄那老狗看才行 燕儿 既然祝萱他们来了龙岩上国 那等人到了 你去将祝萱和萧璇都带到家里来 一定要将人带到 遵命 父亲 妻子被暗害 大女儿被家族流放 最后留在我身边的小女儿 却因为九阴决体 而天生情感缺失 什么上国第一世家 我宁愿不胜在祝家 对不住了 萱儿 等你入了宫 我再找人助你离开 不过 这种日子就快结束了 等我计划成功 祝家那帮居行驼策的长老 还有龙椅上那个墓中无人的老狗 都得死 到时候我们父女三人 就能团聚了 即便陛下 刚刚收到密报 清雀上国的皇主司马仁 派遣大军三十万 驻军在我国边境 怕是想等国运大战结束 立即与我国 接续一年前的大战 该死的司马仁 这清雀上国百年前 还是一个名不见经断的小国 近百年来却突然崛起 屡次冒犯周边小国不说 五年前更是将主意 打到了我龙颜上国的身上 认识可恨 若非那个司马仁好运 突破分神时 得了特殊机缘 结成了特殊元神 就凭清雀上国的实力 哪里能威胁得到 我龙颜上国 还害得我不得不欠下人情 请朱雀先君出手 才没有输得太难看 不过 司马仁也得意不了太久了 就在前不久 我已经找到了身负 凤族血脉的女子 我已经知会了朱家 不日就能迎娶她 只要吸取了她身上的凤红血脉 我就能成就龙颜元神 到时候 司马仁和她的情雀上国 统统都要碾碎 朱雀 另有消息称 太子近日一直在打探朱家的消息 恐怕是知道了什么 太子 就凭哪个逆子 能翻出什么天来 还有别的事 你们就先退下吧 朱雀那边 一定要给朕盯紧了 我丝毫差错 小心你们的脑袋 属下遵命 等等 陛下 一方万一准备好足够的士元丹 就算朱雀这边真的出了问题 有了士元丹 龙颜上国也能立于不败之地 如此气派的传送阵 要是鸿蒙宗也能有一个 那就方便多了 是啊 这种垃圾就让你看得一不开眼了 果然是没见过世面的穷酸乡下人 是 既然公主财大气粗 那这次传送的费用就由公主承担吧 唉 我护送公主回国可真是太辛苦了 再来十万上品零食给我补补身体吧 唉 我 凭啥呀 公主不会这么不体恤百姓吧 我 我出钱就是了 这还差不多 给 这 这是我全部的钱了 一万几品零食 嗯 相当于一百万上品零食 马马虎虎吧 走吧 师姐 见风无双 我请你们去这最好的酒楼好好搓一顿 至于公主嘛 都已经到国都了 就烦请自己回去吧 喂 之后我不在身边护卫 公主行事可要万分小心哦 要是再叫妖邪入体 那可不好了 该死的大秦贱民 早晚就你签早晚骨 哎呀 这菜可真不错 没想到龙岩上国也有天机楼 业务还扩大了 物质经营着拍卖场 还经营客栈和酒楼 师尊不知道吗 天机楼就是金银酒楼和一站起家的 后来越做越红火 现在也是编布大陆的商业局部 还开展了单房 卖场等业务 据说还可以买卖情报哦 都说只要有足够的钱 就没有天机楼做不到的事 那还真是能量非凡啊 诸位好 你们的菜已经上齐了 请慢用 完美 那么接下来 今天这桌菜要是吃不完 谁都不许下桌 是师尊 领命 快吃吧师妹 咱师尊说一搏 说不让下桌 就真不让下桌 咱们抓紧 等吃完 一会儿再带你去买身新的衣服 既然你把萧师弟为师 那也是我们红蒙宗的一员 没有一身合适的衣服 说不过去 好 多谢师娘 等等 我不是她 来来来 你也吃菜 那不是 朱颜 我可算找到你了 好车 天机楼怎么还在桌上设置古阵 这 这是自动蓄菜了 这是天机楼特有的法阵系统哦 我只是可以自动蓄上饭菜 包厢的墙壁 还有精英法阵 剑壁 以前 公主还利用墙上的护卫法阵 秒杀过风神镜呢 看招 也不知道天机楼的楼主 是怎样的强者 秒杀分神 要是鸿蒙宗也能配备这样一套阵法 岂不是无敌 怎么了 朱颜 什么人 你可真是让我好找啊 朱颜 那是谁 这 朱颜 这是很多年没有听到这个名字了 听说 他如今已是龙岩上国 年轻一辈当中的最强者 想来应该是过得还不错 假装不认识我 这女人真是好歹多的心啊 我追求了你这么久 你连一个眼神都没有分给我过 结果现在 就在这里跟这个小白脸吃饭 要是我现在当着你的面把他杀了 你对我的态度总该有些不一样了吧 什么 那边那个天机楼的人 你都看到了吧 是他先对我动手的 那我等会儿一不小心防卫过当 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吧 啊 什么时候出现的 客人请便 若是客人不愿意脏了手 也可由我代劳 嗨 顺手的事 流了一口气 不算坏了你天机楼的规矩吧 客人有劳了 去 我乃天机楼负责人 诸葛林 今日 是我天机楼护卫不当 打扰了诸位用餐 几位的费用 全部由我负责 祝各位玩得愉快 这不是星辰之力 等等 我对天机楼的法阵很感兴趣 不知你有没有兴趣做个交易 既然天机楼的人也会摇光篇 记载的星辰傀儡之术 那这个东西 你应该认得吧 开阳 是我想的那个开阳吗 莫非 他也是获得了 徐渊先帝传承的人 客人请随我来 你们在这里等我片刻 还没问过客人的名字 不知道客人 是想用什么来交易 天机楼的法阵呢 叫我萧璇就好 方才我见诸葛掌柜 也能熟练使用星辰之力 想必应该明白 这几个字的意义 徐渊先帝 开阳遗迹 如果真是开阳遗迹的下落 那可不得了 这位萧仙师 如何确定这开阳遗迹的下落为真呢 你也知道了 摇光篇最多只能修行到分神一宠 再往上 就需要有新的传承 确实如此 萧某听说 有一种分神丹 只要服下 并可助人突破至分神 只要你们天机楼助我成就分神 我不就能证明给你们看了 敢问萧仙师 如今修为几何 原因一宠 客人算是找对人了 世人一架难求的分神丹 对天机楼来说 却是易如反掌 只是 若是有人敢戏耍天机楼 别说是分神二宠 就算是半步人仙 天机楼 也誓死追杀到天涯海角 天机楼的本事 我自然清楚 我是带着诚意来的 诸葛掌柜尽可放心 此事还需禀报到此地分楼楼主 也就是我的义父 诸葛清云 还请萧仙师 在此地稍等我片刻 至于您的同伴 我会安排人带他们先去休息的 那就劳烦诸葛掌柜了 你是说 有人已经找到了 开阳遗迹的 确起位置 是 我派人调查了他的底细 发现此人近一年来 在大秦民生确起 并在一月前 与万道盛会上 力压其他宗门的长老掌门 成为大秦国师 哼 大秦国师 区区大秦 别说是国师 就算是大秦皇帝清零 只要我想 捏死他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轻松 啊 楼主的意思是 就按照他说的做 等拿到开阳遗迹 可将此人解决掉 徐元先帝传长的消息 若是让其他人知道 势必引起争强 得确保那个萧璇 不会泄入秘密 是 啊 义父 姐姐呢 他怎么没和您一起出来 嗯 他暂时不会回来了 啊 十年前 我目睹我的姐姐 跟随诸葛清零 也就是我的义父 进入遥光遗迹 事后 再也没有出来 去开阳遗迹的时候 你也随我一起去吧 啊 是 事后我费尽心思 终于趁义父酒后 从他口中得知 遥光遗迹的考验 居然是要杀掉同行人 这次 终于轮到我了吗 我已经禀报了楼主 此事妥了 这段时间 就请萧仙师与同伴 暂住在我天际楼 我已命人将 分神单准备好 这就让人 带萧仙师过去 有劳 这位客人 住房已经准备好了 请随我来 此人能当上 大秦国师 甚至扶持 前所未闻的 女帝上位 实力只怕 不只是原因 一重那么简单 如果与她合作 萧仙师 可否留步 哦 师尊 师尊去了 有一个下午了 武双说要去找找 怎么两个都还没回来 我去问问天机楼的人 主言 我知道你在里面 马上给我滚出来 哪来的音波攻击 这等威士 来人的修为 恐怕还在原因之上 是谁在此喧哗 快看哪 那不是 新界上国的 万剑老祖吗 那可是分神强者 师尼 你是什么人 万剑老祖 对面的那帮人 那不是大秦的 斩仙剑神 李建峰吗 我认得那女子 那不是 祝家的祝言吗 怎么和大秦人 混在一起 这两拨人 怎么对上了 总算出来了 祝言 我徒儿对你一片吃戏 你不答应也就罢了 为何将他打成重伤 阁仙认错人了 这里可没有什么祝言 我也不认识你徒儿 你放屁 有人亲眼看见了 他在你之后 与你差不多时间进的天际楼 没过多久 就浑身是血的被人抬出来 你还说不是你 那你应该问问他 到底做了什么 才让人打得浑身是血才对 好 看来你今天是不打算认罪了 既如此 那我就把你的贱人废去修为 放回去给我徒儿赔罪 无耻屁肤 放开无双 妖虫小剑 精子双剑 居然还破不了他这大剑的护体灵力 小娘皮还算有点本事 可惜 恩神和金丹的差距 可不是你靠歪门邪道就能弥补的 招门 师娘 老命来 你 你这剑倒是不错 可惜只有原因 要不你献上此剑 然后来做我的奴隶如何 太子欲前 谁敢放肆 好强的气息 什么人 太子殿下下道 放下刀兵 下轨拜见 太子 什么 太子 行了 回来吧老农 看见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参见太子殿下 大清王朝 鸿蒙宗礼建峰 多谢殿下相救 龙颜太子到此 是有何贵干啊 我丑话说在前头 今天不管谁来 若是老夫得不到一个满意的交代 这两人 谁也别想离开这里 清却上果 还真是盛起凌人啊 那么 万剑老祖想要什么交代呢 我要他废了修为 从此给我徒儿都奴隶 那你可知 此女已经被我父皇看重 来日将成为龙颜上国皇帝的妃子 什么 我们龙颜上国的皇帝 要娶祝家大小姐为妃 今天觅文 今天觅文啊 那岂不是更好 又能为我徒儿报仇 又能打积蓄那老匹夫的脸 简直一举两得 放肆 老农 不得无礼 若是冒犯了万奸老祖 影响了我龙颜上国和清却上国的关系 你就算有十个脑袋也不够赔啊 猪姑娘 眼下这个情况还真是让在下为难呢 身为太子 贸然得罪清却上国的强者 对我可不是好事 不过 若你嫁与我为妻 那就是我龙颜上国的太子妃 太子妃受辱 我出手也是名正言顺 就连太子也 天哪 这岂不是有备人伦 这简直荒唐 看来 这龙颜上国太子 并非真心前来为我解围 不过是想要趁火打劫 如果 我献上性命 慢着 这声音 是师尊 清却上国的来客 还真是好身手啊 能躲过我这一剑 你也勉强算个人物吧 这人谁啊 一击不中 居然还如此目中无人 口气真的 他还评判上了 人万剑老祖 扯不定压根没把他放在眼里 管他气息 不过分神一宠 剑尸怎会如此惊人 我分神的肉身强度 只是被他的剑王擦过 居然就被拓开了皮肉 得小心应对才行 冒犯了我鸿蒙宗掌门 自己选吧 是自断一臂 还是我来取你人头 小子 莫要太狂了 看来你已经决定好了 等等 你不能杀我 我乃清雀上国共放 杀了我 清雀上国就能对龙岩上国开战 我原自断一臂 请你勾抬跪手 万剑老祖认输了 那可是分神七的强者 那就请吧 是一只子 红蒙宗 这个仇 我记下了 这小子哪里冒出来的 居然连万剑老祖 都不是他的对手 感谢这位朋友出手相助 敢问姓名 名字的话叫我萧玄就可以 感谢就不变 毕竟这是我红蒙宗的家务事 倒是我们该向太子道歉才是 区区分神的清雀贼子 还真是难为太子了 还真是伶牙俐齿 我们走 师姐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倒是师弟你 出去了一趟 怎么气息强盛了这么多 我跟天机楼交易成功 不仅拿到了天机楼的全套阵法 还得到了天机楼的资源 眼下已顺利进击分神了 不愧是遇满天下的天机楼 不到半天工夫就准备好了分神灯 分 分神 师尊 你不是才突破原因吗 这么快又突破分神了 龙岩上国实在是强者如云 听说参加国运大战的人里面 还有不少分神境界强者 我也只能抓紧一点了 云完我要出去一趟 等我回来我们再上住家 好 倒是个月黑风高 适合做坏事的好日子 肖仙师 看样子是我来晚了 我们速战速决 这么晚把人叫出来 就是为了进皇陵 还真是没用人性啊 既然公主如此不满 那公主就先回去吧 你 你怎么又玩叫雕 坏人 根据先前对萧选此人的调查来看 这是她第一次来到龙岩上国 却能这般直视 以雕蛮任性出名的蚁兰公主 看来此人 远没有明面上那么简单 恳请先师救我一命 诸葛掌柜这是何意 萧某要如何救你 此地天气楼分楼的楼主 也就是我的义父 诸葛清云 为了得到开阳遗迹中的传承 恐怕会让我做她的垫脚石 届时 还请萧先师救我一命 我愿为先师当牛做马来偿还 希望她能是诸葛清云的对手 两位既然接受了摇光篇的传承 那想必应该也知道 要想打开此处遗迹 是需要大量气血 灵力和神石之力的吧 当然 灵二 当初我将你从奴隶厂买回来 教养了这么多年 义父 当年姐姐 果然也是你杀的 是我又如何 小仙师 想必也不想有一身心吧 只要助我拿下这开阳遗迹 我可将天机楼赴楼主的位置 赠予小仙师 那可真是 看一看 什么 小仙师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别的意思 就是对你开出来的价格 不满意而已 毕竟你这位义女 开出来的价格 可是让我当楼主呢 好啊 原来你一早就想着 联合万语一起算计我 彼此彼此 义父 如果不是你拿我当工具 我也不会出此下策 接下来的事 就有劳小仙师了 没问题 起 这是 开阳遗迹记已经开启 现在 这就是开阳遗迹的真面目 什么 遗迹已经开启了 可我还没来得及离开啊 遗迹能开启 所有进入者当中 就只能有一人存活 难道我好不容易躲开诸葛青云 最后 却要死在这个萧玄手里吗 快来吧 你可知 这里是徐渊先帝的传承之地 我是想要获得传承 就要接受考验 你们两个 谁活到最后 谁就有资格获得先帝传承 结果 还是落到了这种境地吗 对不住了 虽然我也不想这样 但事已至此 废话少说 什么 别管 凡城拿过来 区区一个凡人 居然能用死的势力 真是可恶啊 这应该就是徐渊先帝的第二部分传承 开阳篇的传承了吧 呃 是 什么 原来 这才是获得传承的真正方法 那 那我姐姐算什么 姐姐 人死不能复生 私人已逝 活着的人要好好生活 才不辜负逝者的期待啊 多谢萧仙师助我为姐姐报仇 往后 我会尽心尽力 辅佐萧仙师管理天机楼 以报萧仙师的恩情 好 要是利用天机楼的情报网 去搜集其他先帝遗址的下落 会不会太张扬了 我已经通过系统的反馈拿到开阳篇了 但是现在又从遗迹里得到了开阳篇本体 不知道这个本体 如果送给徒弟的话 还可以拿到系统反馈吗 好复杂 这系统的反馈机制究竟是怎样 还得花点时间研究 另外 这次摆紧个天机楼 也要找时间琢磨一下 看看怎么利用才好 哎呀 活还真是忙不完啊 哎 快看 那不是祝家的祝爷吗 祝家大小姐 居然也会来这种地方喝茶 我刚才一大早就来了 一直在喝茶 怕不是在等什么人呢 能让祝家大小姐 居尊来这种地方等 也不知是何方神圣啊 呦 今天怎么这么热闹呢 啊 没什么 终于来了 站住 祝爷 这人长得 有点像师姐 谁让你来的 跟我走 哎哟哟 我知道我师姐长得很好看 但你也不能动手动脚的 哼 你最好少在这里碍事 否则 别怪我不客气 姑娘一言不合 便拔剑相向 请问这是何意 仔细看的话 这人跟师姐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听师姐叫他助言 难道那天那个黑衣男人 就是将师姐认成了他 父亲让我带你回家 回家 既然你来了 那就带话回去告诉朱家主 我朱轩从今往后 跟他 跟朱家 再没有任何关系 朱家 与龙爷上过皇帝的约定 也与我没有任何关系 那我只能把你打冰了 再带回去 想动我 红蒙宗掌门 得先过了我这一关 敢拦我 我不想伤及无辜 但 这怎么还有个跟朱颜 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子 没听说朱家 还有这么一号人物啊 瞧这剑马弩张的 可还有好戏看了 快看哪 朱颜小姐 这怕是要使出 她的必杀绝招了 必杀绝招 听说这朱颜身负九阴绝体 因此被仙庭中的人仙看中 仙仙将自己多年的剑道领悟 浓缩成这一招 传授给朱颜 为此 朱颜虽然不是当今 龙爷上国修为最强者 但在实战中 却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我看那小哥也是个使剑的 只怕是南帝这一剑 坎将 剑心通明 这一剑的确不简单 不过 也就到此为止了 什么 这怎么可能 朱颜居然输了 还是被人一招击溃 与他对战的这位青年 是什么来头 有人认识吗 天界的先天剑体 还真是好用啊 沉浸到剑心通明的状态当中后 剑的每一次走向 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我 我输了 心跳得好快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 难道 这就是世人所说的 恐惧吗 姐姐不愿意回家 也是因为这个男人的缘故吗 本来还想吃个早饭再上住家 既然你们这么迫不及待 朱小姐 你是打算自己滚回去 还是我绑你回去 还从没有人 让我体会过恐惧 我倒要看看 你究竟有多大的本事 看来你就剑招厉害点 这下跟刚刚比起来 简直不入流 师姐 你认得这人 他跟你长得可真相 此人 是我的宝妹 名叫祝也 前日那个男人 多半便是将我认成了他 原来掌门还有一个同胞妹妹啊 师娘和家里关系不好吗 我早就跟他们没有关系了 走吧 既然住家如此盛情邀请 那我们当然要上门去见见 老爷 老爷不好了 什么事情 这样吵吵嚷嚷的 有人 有人打上门来了 有个跟大小姐 长得很像的女人 带着两个男人和一个小姑娘 一路闯进来了 所有护卫都出动了 但是根本拦不住他 大小姐也被他们打晕 带过来了 赴言被打晕了 他居然都不是祝萱的对手 看来 这些年在红蒙宗 祝萱这丫头长进不少呀 老爷 你快想想办法怎么办呢 马上他们就来这边了 你去请孟供奉 我先去会会他们 是 祝家主邀请我们上门 怎么去大门紧闭 我祝家盛情邀请几位上门拜访 几位要是不愿意也就算了 现在这是什么意思 旧兵还没到 所以打算先谈谈礼节 那行啊 我倒是很想看看 你们祝家如此盛气凌人 究竟能请来什么 这小玄 竟然如此狂妄自大 目中无人 轩儿 这些年 你就是跟这样的人混在一起 不愿意回家 回家 你是说这个在我不到十岁的时候 便将我去之门外 甚至赢我之荒郊野外 全然不顾我死活的祝家吗 这 这些成年往事 就不要再提了 哟 这不是祝萱吗 嗯 可是怎么了 好不容易回来 怎么不和你父亲到屋里 坐下说说话 小萱哪 你还记得二叔吗 我忘了谁 也不会忘了将我骗去成交丢弃的祝二叔 轩儿 不得无礼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居然闹得一囤乱 成何体统啊 我看你这些年在外面 是越活越回去了 回来以后 要重新好好学学规矩 你们祝家的规矩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今天来 就是要跟你们说清楚 我和祝家 早就已经没关系了 以后 你们走你们的阳光道 与我无关 居然说出这一种话 真是不像话 当年的事情 都是二叔的错 怪二叔没看住你 不小心让你走丢了 从前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 你马上也是要进宫的人了 沉稳一点 好好在家待着 还以为我是从前 那个任由你们拿捏的小女孩吗 今天 谁要是敢拦我 我的剑可不张眼 你真是在外面也要惯了 都忘了自己家是什么样了 你还真以为龙岩上国第一世家 是你来去自如的地方 哼 看来得帮你回忆一下家的感觉了 朱家宾 到 各位 朱轩毕竟是我朱红的女儿 现在这样 是不打算给我面子吗 我看 就是你教导无方 才让这丫头 也成现在这副模样 朱红 自不教 父之过呀 既然你们管教无方 那就我们来替你管教 有何不可 来人呐 是 我们也是为了家主着想 还请家主自重 莫要误入战场 损伤了身体 你们 这三个老匹夫 仗着自己拥有助家兵 根本不把我这个家主放在眼里 我早晚 要这三个老匹夫好看 朱家宾 皆是从小就在朱家 接受残酷的训练的孤儿 对朱家忠心不二 其中 修为最低的 至少也是精丹 在这好些的 甚至能达到分神 朱家能成为龙烟上国第一世家 有一半也归功于这个朱家兵的存在 哟 真准备了不少人了 看谁敢再上前一步 还愣着干什么 把闲杂人等清理出去 再把小姐带下去好好休息 是 朱旗 就凭你们 红星镇 旗 刚刚那一件 单凭一个灵力护盾居然能够挡下 别说这三人都是跟我差不多的分神衣宠 就是分神巅峰 能凝聚出如此坚固的灵力护盾 也不简单 师父 我跟你一起 你退下 照顾好无双和师姐 师弟 你一人硬敌千万小心 放心吧 红星镇能够将镇中人的修为凝聚在一起 这三人都是住家兵中的乔储 借助红星镇凝聚出的护盾 至少可以接下分神巅峰的权力一击 这个萧璇居然险些将此盾破绝 你全费用 十招之内拿不下此人 要你们好看 还不快胜 是 红星镇 起 起